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李孔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得见车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讲一下这件事件 这件事件也是 中国留学生的家长大为震惊 那是什么事呢? 原来有位哥哥 中国留学生 他叫梯庄 中文名叫庄凯 庄凯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他就是 这个Kidnapping 这个其实大家都很担心 是老了 原来犹他州市的警方发出消息 就说这位 庄凯小朋友 也不是小朋友 也有这么长年纪 原来 就之前 在一个地方 被人老了 那 事发是怎样呢? 这位原来 是一名来自中国的 交换生 当然也是留学生 交换生也是留学生 之前一直在犹他州 在 里佛代尔的一个 寄宿家庭 一般来说 我们之前也有朋友做过 做过 说真的 其实一般来说 寄宿家庭 是会查得清清楚楚的 干干净净的 寄宿家庭 一般来说 是最安全的 但是 这位庄同学 就读的学校突然报警 说 他可能被人老了 学校当日也接到 庄同学身在中国的父母通知 说两个人士 收到两个 疑似动手人士的勒索信和照片 万分担心 相当惊恐 当然这宗消息 也在全美国的 华人圈子传出了 立刻联续学校 29日警方就正式宣布 庄凯是失联失踪 警方就赶到庄凯所住的 技术家庭 但是他就说 不知道他失踪了 所以 究竟人家觉得 是不是你的技术家庭出事 是不是 跟人家联合一起 搞什么事 原来 他们就说 我们好像凌晨时分 还听到 庄同学在一间屋里 警方就说 其实 庄凯是自己离开了那里 当地警方一直跟 美国联邦调查局 即FBI 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馆 还有是中方 跟中方的相关部门 紧密的联系和合作 之后 当地的警局局长 叫华伦 FBI就向 当地警方通报了近期多起网络 是老狗人士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案件 所以为什么那么害怕 不会那么幸运是我的 原来 诈骗集团 就是威胁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和家人 同时要求 这个属金 要求学生先躲起来 并且 在威胁之下 撒涉自己被 绑住 以及动手 属于有串谋的成份 但是他是被逼的 大马sir 你的意思是否说 同学和那些人 是的 之前澳洲试过 是真的 但是这件事看起来 就好像不是暂时 因为现在 看来是 疑似 因为未调查清楚 这些事件和图片 令他想起 其实 这些人被人弄了 然后把照片发给留学生家人 是真是假 华伦当地的警察局长就说 这件事件 之前在当地是没有类似的案件 FBI的介绍 令他们知道 可能是网络虚异的 这个老粒事件 究竟如何应对 警方调查就发现 庄凯最近一段时间 曾经多次被 引诱去超市购买露营的用品 相当地诡异 之后 他的电话和银行卡记录 被追踪得一清二楚 所以西方很注意这个私隐 其实他真的要追查你 肯定追查到 银行卡怎会追查不到 因为 我们也说过 很多西方国家 他们最恶的部门不是警察 就是税谷 哈哈 你这些东西 怎可能不知道 警察也发现 12月20日 亦是庄凯失踪前的 十天八天之前 他曾经在犹他州 的 这个叫 Blovo 和执法部门是有个互动 当时 他就是带着 露营装备 这么奇怪 警方得出的结论就是 庄凯很可能是按照 虚异劳粒事件的 这样的 做法 当然 后来他就在一个叫做 暴力格武市附近的山区 匿藏自己 匿藏自己 你其实是猜对了 你猜对了 黑和外界失联 12月30日 警方就紧急行动 请求无人机的搜索 还有其他当然 就是其他人士的 这个 有没有一些Camping的人见过他 因为其实他不是当地人 他可以去的地方可能 比较是没有那么 少人知道 OK 以防他在 寒冷的条件之下遇到危险 这个犹太 你知道其实犹太州有很多地方的高原 我知道 你如果去那些 你不熟悉的地方 当时是 弄假成真的 假失忠变真失忠 你之前做过 做过图 记得香港没有这样的事 是吗 在森林 在松林 记得 那件事 亦都令到很多人留下了 是真是假的 当时 香港那件事 其实我们咪后也讨论过 会不会是那位同学 有些事情隐瞒了别人 所以现在 中国使馆 相当 准确是 疑似 疑似事件 不够胆下判断 一切一切 还在调查 经过一番苦战 其实探长 恩格斯德 在山坡的 一个森林里 看到了一个帐篷 原来 发现 这个就是庄海 庄海 其实是 凍伤了 幸好 生命体征是正常的 所以救援人员才输了口气 警方发现庄海之后 给他吃了热的汉堡包 之后跟他家人沟通 找到了 找到了 其实庄海这宗消息 很多人 因为之前在澳洲也有几宗 澳洲也有几宗 加拿大好像也有 就有很多 留学生 这件事情 会不会是 可能是网络虚意 绑架的 骗局 毕竟在海外华人留学生当中 这些案件已经有很多宗 他们又说澳洲的宗 那案件是最经典的 2020年 前 8个月澳洲逝职 有8名中国学生家长 因为类似的 骗案 给了320万 也挺有钱 8个人每人平均 40万澳币 之前澳洲警方就说 这些叫做虚拟 老粒事件 有一定的套路 通常 留学生 先会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 就是 这些 当然它是串通还是没有串通 好像澳洲的就没有串通 那 庄海究竟是没有串通呢 没人知道 原来留学生接到电话 就是这个 是中国驻外使馆 现在怀疑你涉嫌犯罪行为 那骗子往往就冒充中国大使馆 的工作人员 有时就说自己是中国公安 那就是套取留学生 个人和家庭的这个 详细资料 可怕的是 犯罪团火采用的 这个技术手段 就是 将付出电话 毅装成为 中国使馆的 轮值电话 这就欺骗性比较强 不过是这样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中国使馆的电话多少带给他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你跟我说我不像 就算他表明身份 你也觉得可能是诈骗 他说我有什么中国包 绝对没可能 他说 谁呢 我没有中国籍的 怎可能有护照 我想他是贼佬是沙包 应该是贼佬是沙包 电话打通之后 骗子就说 受害人 本人 或者他的父母 卷入了一场 犯罪活动 比如他们在中国的信用卡涉嫌 是有金融 诈骗 跨国诈骗 和花钱 要求配合交出详细的资料 并且 要给予高额的付款 这些电话通常会吓死学生 如果他们 不是这样做 就很快会被拘捕或者递戒出境 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也会有危险 原来经过 几个 训练有数的骗子 连续 他不断地 令到心理公婆 那条防线 会鬆的 不断 他轟离 不过是用短讯 电话轟离 有学生 往往就怕 配合他们 就做长戏 所以这些 可能 莊凯 同学 他 应该他不想骗他父母 可能 又是怕这些 怕 出事 所以就骗自己父母 接着骗子就会控制和诱导留学生 拍照片或视频 看上去好像被人动手 有时 玩到香港 直接飞到香港 做戏 夸张度 是的 是的 有时会以 赌博欠钱或借别人钱的理由 要求汇款打钱 与此同时 这些骗子常常就说 他就学了美国 国家机密、国家安全 所以不可以 不可以张约出去 威胁当时人不能够将有关的情况 告诉父母 亦不能够报警 否则 撤断他们的电话和微信 之后 你一回大陆就立即被人逮捕 你的父母也可能 是麻烦的 好了 刘学生就自己 又帮手 拍了一些疑似老狠的照片和视频 之后就失联了 那骗子就开始联系刘学生家长 他就说 他被人老狠了 麻烦你付负金 不然你就麻烦了 由于 没办法联系上自己的小孩 而且又有 一些相关的视频和照片 所以家长就认为是真的 那么就立即付钱 直到付钱 获购之后才知道 这些全部都是圈套 加拿大这一单 我们也说过 17年亦发生了多单 这是虚拟诈骗案 当然 温哥华的警方 亦说当时有五名 来自 大湾地区读书的中国学生 亦遭诈骗 受害者来自不同的学校 其实案发的 这个地点是列治民 素里 本拿比 UBC 和新西民等等的地方 后来 17年11月 多伦多 几名学生 又是一样不见了 失踪了 几名 同一宗案有几名 是的 所以我觉得是同一个诈骗集团 我想就是这样 事实上 诈骗集团 他拿了几十万元就不会给你 但是很多家长觉得比被动手好 他也监管担心 主持人只是担心自己受过 也证明了 只要他有心骗你 身处何方 各个角度 都一样 所以 说明不关 完全是因为诈骗集团 当然他们也说 为什么大陆不打击 在你轮角不打击 他有做的 他有做的 其实 他不做的都是令自己麻烦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你轮角出事 你肯定要帮忙 你帮忙很麻烦的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